这一期是个很耻带的节目 是吧 然后我现在桌子上摆了30手机 这个都是我从2015年到现在2022年 我自己用的小米手机 现在我妈妈用我手里的这个手机拍摄的是这个手机 小米10 Pro 这个是我20201年买的 到现在已经有两年半的时间了 用着都挺好的 是我目前用的小米手机中 性能最好的 到现在也是在我心中是最好的 没有质疑 啊 这一款是我2015年买的 这个是小米Note的顶配版 当时 2799 这个是它的包装盒 当时这个包装盒 从那个 就是棕色那种普通的 或者那种黑色的 就一下这个高级感就起来了 然后这里边有什么 里边什么也没有 当时 当时我自己在 人家这个官网上买了一个 小米的这个手机壳 这个是小米Note的顶配版的手机壳 这个是虾田木的 我当时在他小米官网买的这个虾田木的这个手机壳 我觉得一个一个手机的灵魂是吧 如果要带壳的话 肯定是带着木质的壳会比较好一点 当时还有一个 竹子的壳子 好的 嗯 我觉得一台手机 是吧 如果要带一个手机壳的话 木头的肯定是比较好的 这个它这个手感真的是很nice的 然后你看这个是 当时它这个后面贴了个那个 太深微的膜 不贴膜的话就那个玻璃的 手感是非常好的 是吧 如果用这个手机就让大家换了我 大家换了我觉得很有品位 这个是我当时买的 2015年买的 然后用到2015年12月就换了新的手机 当时就换了这一款手机了 就换了这一款 这个是什么mix mix真相吧 这个手机我还这么擦了一下 这个是后面是陶瓷的 哇这个 当时买回来的时候是很惊艳的 它这个摄像头是在下边的 听筒的话是和苹果融合到一起了 停 快点停 好的 嗯 我觉得一台手机是吧 如果要带一个手机壳的话 木头的肯定是最好的 这个它这个手感真的是很nice 然后你看这个是 当时它这个后面贴那个那个 太深微的膜 不贴膜的话就那个玻璃的 手感是非常好的 是吧 如果有这个手机就让大家换了我 大家换了我觉得很有品位 这个是我当时买的 2015年开买的 然后用到2016年12月就换了新的手机 当时就换到这一款手机了 就换到这一款 这个是什么mix mix真相吧 这个手机我还就能擦了一下 这个是后面是陶瓷的 哇这个 这个当时买回来的时候是很惊艳的 他这个摄像头是在下别的 听筒的话是和苹果融合到一起了 这个手机的话我用的时间也比较长 我是从2016年12月份 用到2012年2月份这个样子 这个是他 这个手机盒 当时这个手机盒设计的 你看多高级 是吧 现在的手机盒设计的越来越走心 但是你看这个手机盒设计 多么走心 看 这样子是三层 他这个也 也送了个手机 手机盒 是这个脸子带的 是 狡牛皮的 但是那个手机盒已经磨损到 不像样了 然后我们就不讲了 然后这个手机 是吧 就是 现在正在给我拍摄的这个手机 就不开了 因为这个手机现在正在用着呢 然后 我给我现在用这个手机 配的这个手机盒 支付宝道账2元 这个是竹子的 也是特别好的 然后今天就 得再分享一下 这个视频 就能凑了一期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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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